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radio.hk 人心 人心 蔡淳莫醫生 Hello 大家好 人心 人心第118集 現在開始 Hello 今天我們很開心 我們是美少女 不是啊 我很中女 甜姐 爺 darling 不要再說甜姐了 醫生 我真的覺得你這個樣子很sweet 加上你的翻名叫darling當然是人見人愛 每個人都喜歡你才叫darling 其實我叫darling是因為中學的時候 已經很可愛 坐前面的女生的英文名叫honey 所以不知為何就叫我做darling 你不是讀女校嗎 所以就不關我可不可愛的事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不是可愛 不是啊 因為我當然是在熱血影的節目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有一次她說 《教話畫畫》的 《New Age》那個節目 原來她是《教話畫》就是藝術家 而且我覺得很活潑 還有一個人妻先修班 我特地去聽了一兩集 其實你性格本來真的很活潑 你是配得上年者而有餘 比較八婆一點 這樣才可愛嘛 尤其是年輕有青春 不年輕 有一件好笑的 我在預告中說她將青春奉獻給熱血 當時有些人就嘲笑她 其實你們這些人真的是黑磅 因為我一個青春當然有限 但用在哪裏和怎樣去發揮 就真的看你的本性性格和你的緣分 所以最重要是一天開頭問你們 跟熱血公文和熱血時報的緣起怎樣結束 其實很搞笑的 當時我在讀藝術學校 那時我們就要做個項目 即是在讀書 對 我剛才在讀書 那時有做個項目 那項目是要講六四 我們很多同學的功課 很多時候都牽涉政治 因為那時剛好教我的老師 叫阿Lude 阿Lude是一個很出名的政治藝術家 我們很多時候的功課都會牽涉少少這些 那時我第一次做一個關於六四的項目 做之前其實我是完全零紫色的 因為其實讀書 在之前我是在做化妝小姐 是嗎 所以你讀書也有做事 你都幾生成 我不是 因為我媽媽早死 所以我很早就出來做事 之後就突然有個機會回去讀書 然後我就沒有做事 所以回去讀書 但其實再之前幾年我都一直在連鎖的商場裏做事 所以你更加有機會去接觸到這些 那時我連外空問是誰我都不知道 然後就做了一個項目 然後我就加了很多社運人士 那時剛好就加了黃仁達 然後六四之後我又去了幾個示威拍照 然後就熟了少少 就是這樣 然後後來她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 你們那種熱血吸人了 也是 因為那時她叫咪很厲害 她現在很懶得叫咪 但以前她剛剛出來的時候叫咪很厲害 那時就比較鑽目一點 還有那時都忘記了為什麼 我記得了 我記得有一次莫里花革命 就去金字經廣場 然後那時就有一個 那時我還很瘦 那時我還很瘦 我真的會失敗 然後那時就有一個社運都很出名的一個淫蟲 淫蟲 我不知道你應該認識她 什麼什麼 我不知道認識 不認識 那時她就不斷聊我聊天 然後不斷打緊我 我很害怕 因為那次我對她的印象一直停留她上頭條 後來黃倫敵就過來 看到我好像很尷尬 然後就過來說 你不如跟我們一起走 然後就熟了 好歹你懂得走去正道 轉了一條正義的路 那就一路走到現在 那我覺得 有時候我覺得從政也好 從事藝術也好 都是很講的charm 真的 因為你有個理念也好 怎樣去表達 能夠令人接收得到 那我覺得這件事黃楊達做到 她能夠吸引到一個這樣的美少女 以前還可以 因為我好像看了一些影片 就說你們幫她助選 那時候 我真的覺得你真是分身 又凸雨 我看到有幾條片 還有你那種投入 那種付出 我覺得你真是一種奉獻 是無私的奉獻 因為黃楊達太變態 變態 9號風球 8號風球 都叫人家出去開街 那你們又肯 難道說不肯 我不敢說 這個人真是天生 有一種指揮的權力欲 那種權力的表達表現 人家不敢說不肯 對 這些領袖狂 其實我覺得熱血公民到今天 到我來那是一個神秘組織 但是我覺得她能夠壯大不簡單 當然除了黃楊大的魅力之外 當然還有一班有心又有力 又有理想 理念是很正確 更加重要的是正義 有正義 之前在這裡說 那個所謂什麼 那些人 你怕他很明顯是因為那些人是邪 我覺得每個組織都會有這些人 邪惡 邪惡人 有些壞人 在鏡頭面前 就可能說話很動聽很吸引 原來背後就是一個 壞蛋 我覺得不只是她 我覺得整個社運圈都很多這些人 很多 所以我就是說 是不簡單的 因為從事社運 尤其是我們這些 看到世面多 老實說 我都覺得怕龍蛇混雜 變成你們這些初出茅路 一康熱血地投入 如果你走入歪路被人騙了 不是的 所以我剛剛入社運的時候 也有被人騙過 所以現在已經精了 當時也挺慘痛的經驗 不停的 因為其實你年輕的子女 你當時真的很可愛 很可愛 24歲還是25歲 你事實上是美女一名 加上你走出來 你真的有一種勇氣 是更加美的 不過問題就是說你年少無知 始終僅有經歷過的 每一個人都經過年少 因為我覺得社運圈都很複雜 尤其是男女關係 尤其是社運圈最可卑的人 應該是可恥的 就是利用你們那種熱血 利用那種熱性 叫做怎樣說 被人氣喚弄 騙了 騙了 欺騙了 這樣變成了最卑劣的行為 其實有很多 那你就很幸運 我相信現在來說 雖然熱血好像在傳統媒體裡被邊緣化 但我始終覺得熱血是最正直的一班 因為我看到他們的成長 看到他們的變化 尤其是我看到Darling那時候 原來這麼投入 為什麼有這麼投入 現在也有 這麼熱血 這麼全心奉獻的年輕人 因為任何組織 任何理念 你最重要是心 還有信念要很正確 還有堅持 所以我知道你精經過 那次敗選之後 又分裂 又各樣東西 受到很多攻擊 有很多網絡欺凌 我知道你很難受那段時間 其實我這樣說 其實我分得很清 我分得很清 因為其實在分裂之前 我已經經歷過很多次的網絡欺凌 已經有經驗了 對 我很有經驗 所以其實分裂之後的那一次 其實我又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分得很清 所以人家要經一時掌一時 真的要學習到 對 我真的分得很清 你現實世界和Facebook世界 其實那個網絡欺凌 你只是限於網上 其實很多時候 普通人是不知道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影響到我 但那時候好像看回你的感受 好像說到崩潰了 或者很難 我一刻會不開心 但我很快就沒事了 幸好 幸好 我怕這樣很容易會委一個人 心靈的委 傷害其實是比很多肉體大 肉體的傷口很容易埋口 但心靈的創傷是很難復原的 幸好你叫做 我想你很厲害 我經常覺得你 學得快 我是好服裝 是呀 學得快 剛剛你不是說你媽媽早死嗎 是呀 你媽媽走的時候你幾歲 我那時候正在讀書 剛剛正在讀高級 就是十幾歲 十幾歲 我都不太記得 因為都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不太久以前 都會了 有兄弟姊妹 我沒有的 你一個 所以只剩下我一個 所以自己就會練習 變成個人很硬正 是呀 個人比較硬正 好 那就好 香港的未來真的要靠你們了 變成你這麼多的衝擊 其實應該沒有整理你 因為你現在還很硬正的站在那裡 而且熱血都還有很活躍 剛剛一次我見到你 就是跟泰博助選的時候 就是在屯門的時候 我見到你都很好 又是很投入 不過那次輕鬆很多 我沒有跟黃洋答座才這麼辛苦 說真的 其實區選這次我沒有怎樣幫忙 其實他們各自自己有在找人 都沒有找我 但我當然有去他們一區幫忙 但是當然沒有立法會選舉的時候那麼瘋 但當然沒有立法會選舉的時候那麼瘋 不過很多人都很羨慕 有妒忌熱血公民 為什麼可以找到這麼多美女幫忙 阿泰博當時我也有她 其實左膠都很多美女 真的嗎 我覺得一個人心邪 或者心底不好 有歪念的樣子漂亮都是假的 好像妖精那樣 妖孽來的 上由心生 當然有時候我覺得很多時候 就是一種包裝 口又說得很崇高 但是背後有很多勾結 私利 這樣合不住人多久 我都相信這件事 你基本上可以說 說熱血公民好像三周年 四周年應該 《時報》就三周年 對呀 我就是想問你 究竟你說你是創辦人 講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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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無論如何說你是創辦人 因為我是熱血公民最初期的成員之一 所以他們就經常說我是創辦人 拉一拉我 拉一拉他 所以就有這樣的稱呼 你肯揹起這個 我不是叫做title 這個責任 我沒有揹的 要拉一拉王元大 不要拉我 我就覺得這個女子好勇 我沒有揹的 要拉王元大 這個女子不簡單 說真的 你是鼓吹熱血公民的成立 你有份促成她的成立 幫忙一起建立 是嗎 是嗎 你最早就是來催生這個組織 因為當時初期我們只有幾個人 幾個人一起去搞這些事情 初初小組織其實沒什麼要搞的 可能申請一些牌照 很難得的 其實那次敗選也是一個創傷 而你們能夠不要放棄 堅持繼續 還要成立一個組織去壯大 我覺得這個當時真的基於什麼的信念 其實我覺得是正常的 你這麼辛苦去建立一個牌照 沒有理由因為一次的挫敗 那你整個人都要 那時候你還沒有用熱血公民這個牌照 有用的 有用的 那時候她說是用人民力量 但我們一直都是 除了人民力量 也有用熱血公民 那時候已經有這個組織 有的 有這個牌照 由一開始最早期的時候已經有 所以熱血公民應該大概已經四年了 要時報就三年了 其實我很贊成 我很欣賞就是你熱血公民要獨立自己 真是一個組織 那時候依附在所謂的人民力量 我都覺得是不全身不敘才 做什麼都要被人制造 是的 因為理念不一樣 因為裡面的組織太複雜了 其實全部都是利益的勾結 分裝民 很煩 我知道很煩的 所以現在就簡單很多 因為那時候我負責 有一點是負責溝通的 但其實我又是一個 不太喜歡跟別人交代的人 所以很多時候都很麻煩 覺得為什麼各方面都要交代清楚 要等你批 等你批得來我做了 那些感覺 所以有組織就有組織的麻煩 那個架構越大越龐大 就越不適合 我效率就低了 其實我覺得你們做事 熱血公民令我最印象 就是一幫人 又年輕又活力 又英俊又英俊又英俊 又英俊又英俊 全部都是 還有做事很勇 很果斷 所以才能夠一路這樣凝聚 壯大 將來還要靠你們一路下去 但我有時候覺得 你自己如何classify 你覺得自己的性格是屬於 強悍或耐弱那種 我一定是強悍的 所以你叫我甜姐兒 那些人不停笑 就是因為這樣 為什麼我在Facebook 可能都叫做小小出名 就是因為我經常跟人吵架 還有我不認輸 經常都要喊到最後 這麼有空的嗎 所以你叫我甜姐兒 那些人不停笑 就笑你了 因為在他們眼中我是一個 你是一個很強烈的人 我很有感受的 因為我都被人說很兇 我是兇的 我也覺得自己是兇的 但我分得很清 我對大人是兇的 但你的樣子一點都不兇的 可能近年我對小朋友多 但我對小朋友很有耐性 我對大人是沒有耐性的 因為那些人是兇的 對著那些人 我對大人是完全沒有耐性 零耐性 零耐性 我真的沒有耐性 我會動一點我就會吵架 起降 也不會激死自己 我也會的 會的 有時有些爭拗 或者被人攻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脆弱 有沒有 其實哪一個攻擊我都會馬上反擊 我又不會在那裡蹲在那裡跟人說 很慘啊 為何要欺負我 我又不會這樣 我會馬上一拳打回去 其實是的 其實你進入了這個世界 我覺得這個鬥爭的世界 社運 或者我們為香港戰鬥的世代 一個人一定會堅強 無論什麼攻擊的話 真是 奈約的人是生存不了的了 因為我現在打仗 我很高興接觸年輕人 就是有時年輕人有一份勇氣 就是一種勇往直前 可以不顧後果 現在我就不行 這是undefeatable的 不能輸的 有沒有呢 是越來越多 我是越看越開心的 但是很多時候很擔心 有些年輕人 就是入世秘心 或者是心靈脆弱 有些東西就覺得很受到傷害 因為我知道你曾經被摸到欺凌 我看到你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創傷 後遺症 我覺得是那一刻 是的 是的 但是我會很快 第二天早就沒事了 而且我不會坐在那裡喝 都是砌的 我一定會罵回頭 是的 我覺得有些女生就會覺得 比較斯文一點 就會不開心 是的 有些人說很慘 被人欺負 然後就消失了 消失不止 消失不要緊 你回家睡覺 對慘是傷了弱小的心靈 真的會這樣 當然有 你不見有些人先瘋了 我覺得最悲慘就是這樣 覺得粉絲製造 不是粉絲製造 還有少許火 是覺得很淒涼 很悲悲悲悲 壓迫 威縮威角 我覺得是因為他們 抑鬱性界的問題 我覺得是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他們可能在現實之中沒有什麼朋友 可能是 但是現在香港這個教育制度 教出來的人很多是這些 要有小心靈 這件事我最擔心的 尤其是有這麼多考試 TSA 搞不久 基本上這個教育制度 訓練出來的人 大部分都是脆弱的 沒有鬥志的 因為他們訓練出來 就是不要問不要argue 尋規道舉 總之就是每樣都要服從 多不正常 多荒謬都一定是接受 由父母一直壓下來 所以是很悲哀的 我知道你是藝術家 你教畫的 你接觸到小朋友 都是小學的 幼稚園小學 幼稚園也有 你跟小朋友溝通都很好 應該是我的拿手 拿手 因為你的樣子又可愛 其實是你寶寶的 你耕老 你好笑 我認為一個人 跟小朋友耕口通得到 那個人的本性 性格都一定是很純真 很和 我覺得小朋友很有趣 他看得出來 他感受到你是好還是壞 如果你是壞 你拿壞心腸的話 基本上他是不會理會你的 最基本就是 你仍然保留一份同心 同真 你才可以跟小朋友溝通 我不會跟他們 是好像真的 老師和學生那樣 我會跟他們一種 我跟他們 會維持著一種 朋友的關係 可能 我會跟他們搶東西吃 跟他們爭東西 然後整股一下他們 他們就很開心 覺得跟你是平等的 不是高高在上 有話就跟你說 這些是技巧 這些真的不是讀書讀到的 是天性 我沒有學過 我沒有學過怎樣去照顧小朋友 但這些真的這麼多年 因為我做教話都 斷斷續續都差不多八年了 所以其實就一直累積回來 累積回來有個經驗 知道怎樣去對他們才是 令到他們對你放下心 其實除了外心之外 我還要很有耐性 我對小朋友很有耐性 我對小朋友很有耐性 好像跟你所謂的強悍 就是有些 我只是對小朋友很有耐性 那你就好 其實你很靈活 基本上 這個又是性格使然 其實你覺得 譬如教小朋友 我想小朋友都很喜歡你 還有你都圖你滿滿 剛剛開咪之前 已經收到電話 有人找你教話 其實你有沒有在小朋友裡 自己也有些啟發 我覺得是一種平靜心靈的方法 你平時可能對著這麼多是非的地方 說真的有些是非的 有人的地方有些是非的 大人的世界真的很複雜 很麻煩 因為你一個組織 沒有可能是非的 其實挺煩的 因為我又比較惹火 如果你有留意我Facebook 就知道我經常和你吵架 是嗎 是嗎 為什麼不喜歡吵架呢 有些人想跟你拼嘴 我已經是不要惹麻煩油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我命 比較惹是非 是嗎 是嗎 很多時候我不是特意自己 特意去聽回來 但我又會 我人很壞 你太有正義感了 是呀 其實我很有正義感 就是露見不平 拔刀相撞 硬氣 不出手就不安樂 可能其他人聽到一樣 不對的事 他就會選擇不要出聲 我站在旁邊吃花生就好了 自己不要拆腳過去 但我就會很衝動 一下踩下去罵了才算 所以經常有很多不關我的事 是非 最後都會扔到我身上 我覺得經常經歷這些煩的事 有時候我覺得 反而最舒服就是上班的時候 啊 一上班的時候 至少我可以跟小朋友說話 我說什麼都可以 其實你應該會不會覺得 你跟小朋友相處的時候 才會做你真的 你自己 都是的 是嗎 都是的 因為你說要跟人吵架 或者要去鬥爭 或者要去行動 各樣東西 去跟人爭辯 或者怎樣 其實都是出於一種 有些事情你要做 有一種責任 一個工作 是嗎 其實是吃力的 是很吃力的 尤其是我們經常說 香港這個非常時期 現在要作戰 大家都一定要裝備好自己 等於你一進入大人的世界 就一定要武裝起來 武裝起來 準備去作戰 去打仗 但是回到小孩子的世界 就是回到自己的本性 你又不想跟大人打架到沒有同事 對嗎 那就對小朋友舒服一點 沒有激氣嗎 有的 但是激氣是很小事 激氣而已 你不會有後遺症 你不是煩 那些父母會不會很煩 其實我教的都是比較有錢的小朋友 我很少會看到他們父母 是嗎 那些工人帶來的 通常都是工人 你是上門教的 我上門 所以比較少機會看到他們父母 通常他們學幾年 會不會說一年兩年就收算數 或者消磨時間 有些會這樣想 但是我有一些學生 都已經由他們兩歲開始教教到現在 兩歲怎麼學 兩歲為何這個父母那麼有趣 都可以學到的 都可以玩一下遊戲 玩一些藝術的遊戲 那你真的挺厲害的 我覺得教才難 自己說都不難 教的 尤其是教小朋友 我可以的 你有沒有特別學過的 畫畫? 不是教小朋友 教小朋友沒有學過 即是兒童心理學 沒有 沒有 我又從小到大都沒有兄弟姐妹 但我可以的 我都可以處理 你都可以處理 我都是這麼多年來的經驗累積 還有你有那個天分 我有那個天分跟小朋友相處 那就真是開心 其實我本住最基本的東西 不是要你學到很多東西 而是過程很開心 對 其實找一種寧靜 有種舒服 還有 說真的 我覺得做人 經常都要認識自己 認同自己 還有找回自己 可能你跟小朋友相似 你還能夠找到自己 對 他們有得益之餘 其實我也有 對 對 我們互相給對方 在他們身上 你就可以感受到很多愛 但是很多時候 在大人的世界 你是感受不到的 沒錯 就算你身邊很多朋友 但有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 虛情假意 虛情假意 但是小孩子的環境就沒有了 對 小孩子不會騙你的 喜歡你就是喜歡你 不喜歡你就是笑 我有一時覺得 小孩子就是一個禅師 一個佛陀 或者是一個菩薩 因為他還沒有受污染 思想還很普遍 很真 很直接 你能夠跟小孩子相處得到的話 因為你有這個本質 還沒有被污染 這個事實證明 其實不是說我要做不到的 有些人 我知道很多人根本沒有辦法 跟小孩子相處 因為他腦筋太腐敗了 因為當你成長過了 進入這個所謂大人的世界 學奸詐 鬼變 這些東西 就是脫離了童真 是啊 我也挺害怕 因為其實 是不是夠時間了 是不是夠時間了 其實今天第一次做直播 OK 或者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